美国的猪肉价格是全世界最便宜之一 可是由于新冠病毒在美肆虐 出现许多加工厂停摆 农场产量正常 超市却猪肉缺货的矛盾情况 对养殖的人来说 每天的猪饲料是要钱的 生猪卖不出去就会越亏越大 于是美国养猪户想出了最狠的一招 就是人道毁灭 据报道 新冠疫情影响导致肉类加工厂关闭 使得40%的生猪产能闲置 美国农民不得不在9月之前 对1000万头猪实施安乐死 日前美国爱荷华州最大的猪肉生产商 已对数千头猪实施了安乐死 方法是用蒸汽将其活活杀死 据美日邮报报道 动物权力组织公布了 对爱荷华州精选农场进行的一项调查录像 录像显示 该猪厂关闭通风系统 导致数千头猪被残忍杀害 关闭通风系统是一种大规模杀死猪的方法 猪被关在牲口棚里 通道被封闭 滚烫的蒸汽被抽到里面 当这些猪被活活闷死 并遭受数小时无法忍受的残忍折磨时 热度会越来越高 告密者称 爱荷华州的农场 在今年4月首次使用了该方法 他们首先在一群小猪针上做实验 简单关闭呼吸道 并提高温度 尝试失败后 又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蒸汽 以将骨仓温度提高到致死的水平 据报道 猪棚内的温度超过了60度 当猪被蒸烤的时候 可以听到他们痛苦的尖叫 大多数猪在通风系统关闭期间死亡 少量幸存下来的生猪 也会被工作人员枪杀 然后用推堵机和机械设备将尸体清除 这段视频受到了动物权力组织的谴责 他们认为该场虐待动物 让猪在痛苦中死亡 然而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却无法避免 主要是新冠疫情爆发 导致生猪和猪肉的供应链出现问题 多家屠宰场关闭之后 大量生猪无处可去 价格开始一路暴跌 4月底生猪价格跌至35美元以下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每公斤5.52元 美国是中国主要的猪口进口国之一 巨大的价差也吸引中国商家富美抢肉 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前四个月 共计进口135万吨猪肉 较上年同期增长170.4% 前不久 中国买家还向美国下了40,200吨的猪肉订单 不过与美国要人道毁灭的上千头生猪相比 这个数字只算得上九牛一毛 大量生猪肉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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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